对 对 当时我的主要想法就是这样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 我们学校有很多杂志 然后1985年很重要的 也是因为像刘伯松 日本的嘉山 他们来学校教书 当然包括姚庆章 因为他们在台湾东方画会 的这些人 他们也传达了一种思想和观念 就是说这个东方人 要表达东方人的 这个当代艺术 或者他的东方的观念 因为像日本的物派 还有像白南准 有物派 我当时深受影响 就是在宣纸上用油彩 其实开始实验我的想法 就是我在宣纸上 把那个宣纸铺好了 其实是高历史 我们就是把它那个 表了好几层 然后我把油彩 用松胶油给融化开 让它那个油化起来 就比较亮 因为那时候作品 我到现在保留了 守这个台湾的这个 东方画会 五月画会 85年 我差不多是二年级 快毕业了 到三年级 我就开始正式创作 但到了 1987年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搬到圆明园 其实我的思想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当然我手还在画 这些水墨呀 还是在表达这种 因为它这个语境 一半会儿你还停不下来 然后还要维持生活 主要是画的水墨 卖给人 卖的很便宜 但其实我慢慢的 有了一些思想改变 我发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这个 里面的精神 和外面的物质 如果它俩配合不好 你是很尴尬 就像这个人走路 他走的步步是很稳 但 因为我学识 也没那么高 就是我们自己 都是慢慢摸索 发现不了 在我们这个行径当中 产生的一些 问题的原因 到底在那 然后我们就 八九年六四了 然后我跟我太太就 我们就去了布洛尼亚 那时候在北京 没发生活 在布洛尼亚 然后还有几年 我还是继续 持续创作这种 所谓的抽象水墨 但是1992年 我彻底的转变 我的 我的真正的思想 开始战胜了我 我的这种 过去的那些想法 就是这个东西 它来了 就机缘到了 我觉得我前面 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 没有 它不是一个很 很干脆 很完整的一件事 它总是拖泥袋水 说不清楚 其实到92年的时候 我 92年六月份 记得很清楚 五到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这个 之前画的所有的水墨 这样的做下去 我就开始上街 去做涂鸦 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放弃 这个传统的水墨 或者所谓的 现代水墨 抽象水墨 我这种画这个 没有意义 因为它跟我 这个画跟我的内心 没有什么链接 它只不过反映了 我过去的思考的 一种形式和方法 后来我放弃了 这个水墨以后 你不知道画什么吗 最简单的 那时候也年轻 最简单能实现的 能马上看到结果的 就是涂鸦 而且这个涂鸦 在西方是很流行 年轻人能上街上去画 也觉得很时髦嘛 当时开始画涂鸦 就是画自己的头 画一个侧面的一个人头 从那时候开始 到1995年回国 其实从那时候 我就开始走了一条 批判现实主义的路 就说我的艺术 一定要跟我周围的生活 有很大的关系 而当旁观者 这条路走得很长时间 应该是到 到了差不多是 五六年前 我开始 我55岁 我开始思考 非现实主义的东西 我觉得现实主义 虽然我们每天在 路口批判现实 但是它的能量 也是有限的 其实一个艺术 它改变不了什么 最终 最终现实会改变你 因为艺术 它并不是 正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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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个制度 问题是 也是 他 觀照 其實 就是 美